在邮局工作的大男孩汤马克 每天晚上八点半 都用望远镜偷窥 住在他对面的美丽女人 马格达 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 连房东太太叫他看波兰小姐选拔赛 都不为所动 他只想一直注视着心爱的马格达 有次 他实在无法忍受相思之苦 偷偷在马格达的邮箱里 塞了寄钱通知单 让马格达来邮局取钱 伪造的账单 当然无钱可取 马格达气冲冲地离开了 为了再次见到他 汤马克又去接了一份送牛奶的工作 虽然每天早上都要五点钟起床 但他只要能够见到心爱的马格达 付出什么都愿意 令汤马克伤心的是 马格达的窗口来来去去 总是有一个男人与他拥抱亲吻 在又一次那个男人来到马格达家里时 他无法忍受心中的醋意 谎报了火警电话 打扰了两人的好事 一次为马格达送牛奶时 他再次留下了一封通知单 来到邮局的马格达 被工作人员怀疑是诈骗犯 并奚落了他一顿 他恼羞成怒地离开了邮局 汤马克看到心爱的人受辱 急忙追了上去 承认了自己就是那个戏弄他的人 也表达了自己心中 对于马格达的偷窥和爱恋 马格达对他这种荒唐的做法非常诧异 他让情人打了汤马克一顿 但又忍不住为这份痴迷的爱恋而感动 他有时会故意在窗前裸露自己的身躯 并主动让汤马克给他打电话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 他把汤马克带回了自己的家 并诱惑了他 未经人事的汤马克 在他温柔地抚摸下 很快便身子一机灵 达到了美妙的高潮 随之而来的是马格达诧异的眼神 汤马克为自己的无能而羞愧地离开了 在回家之后他远发羞愤 选择了自杀 马格达看到了楼下的救护车 房东太太认为是他害了汤马克 故隐瞒了他已经得到救治的消息 他为这份负罪感难受了许久 幸好不久之后 他看到了汤马克回家的身影 他再次来到了汤马克家里 房东太太把他带到了汤马克的房间 他并不在 那里只有孤零零的望远镜 他透过窗户看过去 仿佛看到了自己曾经在对面窗口哭泣的身影 这个笨拙的少年曾隔着望远镜 试图给他陪伴和安慰 而如今 一切都已经烟消云散 爱情大概是世界上最匪夷所思的情绪 它让人喜悦 也让人难过 那种小心翼翼 恨得换吃 除了爱情 再也不会有什么如此美妙